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会议还有一个目的,就是督促苏联尽快对日开战。 波茨坦会议是在1945年7月17日召开的,斯大林在会上保证苏联会在8月15日对日作战。 事实上,苏联在8月9日就对驻扎在我国东北多年的日军开战了,为何苏联会如此着急呢? 1944年11月7日,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公开称日本为侵略国。 日本集合迅速展开攻略,毕竟日本高层还希望苏联会从中调停战争,日本才能体面地结束战争。 不过日本的轨迹未能得逞,第二年4月,苏联军事力量开始在远东集合。 5月,日军大本营向东北增援四个师团。 在美国向日本扔下原子弹后,苏联也随之出动157万大军向日本关东军,进攻如秋风扫落叶般击溃日军。 此战可以说是二战后最后一战,其作战结果是必胜的,但是它对战后世界格局以及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。 尽管苏联出兵有着反法稀释一面,但是更深层的意义,还是维护自身利益。 美国原子弹几乎可以独自结束战争,要是苏联再不出手,那最后只会在远东战场上毫无破益。 尽管苏联还付出了3.2万人的伤亡代价,但是苏联从东北获得的利益是非常丰硕的。 我国为了让苏联出兵美食,牺牲了部分主权和东北大量财富。 尽管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后,归还了部分属于中国的权益,但是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的悲哀,却永远记载了历史上。 8月15日,日本宣布投降,苏军却没有停下进攻脚步,他们在16日占领吕顺后,第三天继续南下占领千岛群岛。 至今,俄,日,美三方在拿千岛群岛做文章,俄罗斯自然是寸土不让。 若没有当初的苏联,急通冲出兵东北,那苏联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部分国际地位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